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发生什么事啊 是你太夸张了 别着急 今天我要先花些时间 跟各位探讨台湾教会抽卡文化的起源和变迁 然后再回到圣经查验 这到底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因此大家务必看到最后哦 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很有帮助和意义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哦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进入正片 抽卡对许多台湾基督徒而言是不陌生的 特别是新春礼拜当天 很多教会有个习惯 就是主任牧师会在门口发送经文红包 向会众拜年 我的母会大约是2010年左右开始发送经文红包的 你们是哪年开始的呢 看着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卡牌商品 不知道各位好不好奇 教会的抽卡文化是怎么开始的 我在预备这集影片的素材时 就试图追寻台湾教会抽卡文化的起源和变迁 而接下来的内容是我整理出来的成果跟大家分享 不过我先承认我在网路上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 因为这些是蛮早期的东西 如果你有更完整或准确的资料 欢迎你留言来更正或补充 根据刘晓婷牧师的这篇文章 台湾抽卡文化是从1999年的921大地震开始的 当时长老会忠孝路教会的王武冲牧师 在台湾教会界首创了收经祈福祷告 把民间习俗的收经和祷告结合起来 吸引想要收经的人进到教会 借此向他们传福音 许多教会在那里努力要为灾民祷告 帮助他们得到心灵的平安 只是教会一开始为灾民祷告服务的时候 并不吸引人 但是当后来我们改用收经祷告 这个名词的时候 许多灾民欣然接受了 因此在灾期为人收经祷告的果效 九月一之后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就挂起了一个招牌 上面写着 免费收经祈福祷告 因为他开了这个先例 加上效果显著 有很多人因收经祷告而踏进教会 这让台湾教会见识到 用民间习俗包装基督教的元素 能让人更容易走进教会 除此之外 像是华里克推广的目道有导向 主题是讲道 取代结晶式讲道 经文的解读放在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理解上 先知性事工的崛起 等等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后 把圣经牵师化的做法 就这样默默的诞生了 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 我认为以下这三个创举 是这二十多年来奠定了整个抽卡文化的基石 说他们是创举是因为这些资料是我能追溯最早的年份 所以如果各位知道有比他们更早做这些事的人 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第一个是2008年黄国伦牧师带领的淡江教会 在元宵节那一天摆设无音解签的摊位 让会众来求签 第二个是2014年在台北灵良堂一线学院教课的 叶圣通牧师首创带有先知性话语的天赋的信 第三个是2016年17年 台北灵良堂和淡江教会分别出版了先知性绘画卡 和画中有画的先知性图卡 原来都是淡江教会和台北灵良堂起的头啊 福音节签将圣经签诗化做成经文卡 让读者按照个人的需要随机抽选经文 天赋的信将经文主观化 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代替审向读者说话 先知性图卡加入先知性艺术 让读者自行感受图片要带给他的方向或意义 老实说 在我制作上一部影片以前 我还天真的以为台湾教会 仍停留在经文卡和天赋的信而已 直到我开始研究 现在都卖些什么卡的时候 不查没事 一查我就无语了 原来台湾也开始像Christ Alignment一样 在搞命定卡 而且花样还真不少 总之 这三种卡牌的问世 造就了现今教会的抽卡文化 和各种卡牌类型 下次大家逛书房的时候 可以注意看一下卡牌商品 就会发现 他们的种类离不开这三大类型哦 有了对抽卡文化的认识后 我们现在就来检验两个关于抽卡的问题 在这之前要特别感谢看到我的贴文后 主动联系我和拍照提供卡片的你们 因为你们的分享让我能完成这部影片 第一个问题是 教会能不能透过抽卡这个行为明白神的旨意 首先大家蒙心自问 我为什么想要抽卡 如果是为了团康活动 纯粹好玩 或者是帮助自己背诵经文 这些都无可厚非 但如果是更深沉的动机 像是为将来的事求钱 为不明白的事求指引 这种求神问补的动机 特别是常听到有小组在抽卡的时候 会特别说一句 愿神透过这张卡片对你说话哦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就会说千万不要抽 已经有很多曾经热衷于新世纪运动的基督徒出来呼吁 如果真的想明白神的心意 那就应该养成按部就班的读经习惯 透过整本圣经建立对神旨意的认识 或者跟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交流讨论 学习彼此的信仰经历 如果是抽各种形式的卡牌来寻求神的旨意 这就跟塔罗牌一样 已经牵扯到新世纪运动的占卜行为了 而生命纪十八章明言禁止神的百姓 效法异教徒的神秘学 其中的占卜就是想借着某一些的手法 或者媒介来得着神秘的知识 即便向天父的信特别著名 这不是一套抽签工具 但是下一句又说 盼望你借着这套卡片听到神向你说谎 这就跟Christ alignment宣称他们的卡牌不是塔罗牌 但又很自豪的说能指出对方的命定一样的算命行为 根本是自打嘴巴 有人可能会反驳 旧约不是出现很多透过抽签决定事情的记载吗 甚至连使徒行传第一章 新任使徒也是透过抽签决定的 这不也是占卜的行为吗 圣经里的抽签都是在圣灵降临以前 大家公平公正公开 有神允许和掌权的情况下 为了很明确的目的而抽签 像是土地的分配 祭司颁表 或者从人群中找出指定的人选等等 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 圣经就没再提到透过抽签的方式做决定 而是借着熟悉神的话语 殷勤祷告和与教会团契交流 在真理和圣灵里学习做出最好的决定 但是现在的教会在抽卡时 多半是处于模拟两可的情况 主要是靠大家各自判断 抽到的经文是否符合自己的真实情况 而且搞笑的是 每个牌组引用的经文多半是积极正向的 这部分呢 民间信仰的牵师还做得比较中立 像行天宫的一百支牵师里 只有三支是大吉 十支是上上牵 下下牵多达二十七支 其他都是中牵左右 反观我们看到的这个网路版的福音解牵 全部都是上上牵 根本是强迫人中奖嘛 这样的抽卡方式真的能让人明白神的旨意吗 好吧 如果你真的想要透过抽经文寻求神的指令 我有个更好的建议 这个方法绝对比抽经文卡更加客观与中立 能够让你大大的经历什么叫做神的带领 那就是使用数字产生器 先从六四六卷书随机选出一卷 然后再随机选出一张 最后再随机选出一节经文 这样反而更吻合旧约时代抽签的精神哦 最后我很常听到的另一个反驳是 啊可是有时就真的很准啊 常听到教会里有这类的神迹和见证 这一定是神的作为啊 但是别忘了 连庙语抽签也都有很灵验的时候 而且生命纪十三章提到 连假先知也能行神迹启示 因此抽卡灵不灵验 不能作为抽卡的合理性哦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 就是教会能不能使用这些卡 作为认识神的工具 针对这问题 我可以先来讲讲天赋的性 还有先知性图卡这类的牌子 只要是问我的人 我的回答都是一贯的 就是千万不要用这些 号称能代替神向你说话的卡片 或者是非常抽象主观的图卡 让你自己解读什么是神的信义 原因很简单 神已经把整本圣经都给了我们 让我们能借着理解圣经 很完整与正确的认识神的心意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还要透过那些 连发预言都会发错的先知 他们宣导的先知性图卡 听到神的话呢 更过分的是那擅自以第一人称 代替神向人说话的 除了第三条诫命的 妄称神的名以外 我实在想不到其他的话 来形容这些行为 所以把这类的卡牌去除后 剩下的就是单纯的经文卡 顶多加上祷告词 这类的卡片就能直接作为 认识神的工具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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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以为只要是圣经经文 我们就可以直接服用了 经文卡最大的问题就是断章取义 因为圣经里的每节经文 都必须考虑到上下文的文脉 不能单凭一两节经文去理解它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在使用经文卡时 不会好好去理解该经文的争议 而是直接按照字面的意思和个人主观感受来解读 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抽到经文卡是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三节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要以慈爱慈应你 多半读者看到这经文有好多的爱 就会开始脑补神是怎么样爱自己的 主啊 你真的知道我的近况 我最近被男朋友甩了 我最近考试没考好 我最近工作被炒鱿鱼了 没想到你就来安慰我了 哭哭 可是如果读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就知道神说这句话 是在安慰被炒到巴比伦的犹太人 虽然他们因为长时间的悖逆神 最后被亡国了 但因为他们听从耶利米先知的话 乖乖投降被炒 加上神的信实和掌权 他应许犹太人被炒七十年后 必回到耶路撒冷 以此显明他对以色列人不变的爱 所以这经文所体现的慈爱 应该是对承认自己的罪孽 真心悔改 但又感到现况很绝望的人说的 他必被神的慈爱吸引 而新约告诉我们 神的慈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来吸引我们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快要变成讲道了 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了吧 不能单靠一张经文卡去解读它的意思啊 因此我会对使用经文卡的人建议 每一次在读卡片上的经文时 记得要把那经文所在的章节全部读完 如果时间许可 最好前后章也一起读 这样可以让你更正确的理解这一段经文到底要表达什么 如果你是要把经文卡拿去送人的话 那你就必须承担责任 好好的向对方解释这个经节的意思 免得让他们有自行脑补的机会 影片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 我相信经过这样的解说 大家应该对教会的抽卡文化和卡牌类型 有更清楚的认识了 希望大家有智慧分辨和选择 不要落入新世纪运动的陷阱 最后想问问大家 你觉得抽卡文化对自己的小组或教会 有带来正面或反面的影响呢 欢迎大家留言一起交流哦 那就先这样咯 我们下一次见 大家拜拜 by bwd6